前不久熊丹林度过了自己的38岁生日,与以往的生日有所不同,今年熊丹林不仅由老公和可颂陪在身边,还多了一对可爱的双胞胎女儿撑场,一家四口开心庆祝,画面既而心又幸福。 日前,熊丹林与林家新出席某品牌的活动,只见一身黑色抹胸衣服打扮的熊丹林,看上去既个贵又有气质,生亡女儿半年,之前的名摩气场已全然恢复,但即便瘦身有素,熊丹林仍然逃不过产后水桶要的折磨,以前做摩托师什么衣服都能穿,现在的都要改了。 看来,就算是明星,产后迅速受成闪电,也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。 在活动上,熊丹林也与一般记者,朋友们大聊大挖精,喜货双胞胎的熊丹林,终于明白当妈猴子感觉,一下子来两个,抱着他们还辛苦过去哑铃,虽然比一般的妈妈还多出一份负担, 不过熊丹林回应,她完全搞得定,出去工作也会叫妈妈开视频,就算只分开一个晚上,都十分挂念两个女儿,被问到什么时候准备生二胎时,熊丹林直言有儿子也挺好,但回应还是随缘,因为生完孩子之后太多事情要做了,最大的障碍就是减肥。 熊丹林趁生孩子的时候好恐怖,自己胖了四十多斤,很多衣服都不合穿了,现在都还不敢称体重,生完孩子马上投入锻炼的熊丹林。 熊丹林现在减掉了二十多斤,但她对自己的体重要求很高,所以至今还没减到目标体重,虽然还没有,又收回自己理想的身材,但对于生完孩子才半年的妈妈,熊丹林也恢复得很好的了,人就美得不可放物。 这方面就一定要夸夸夸熊丹林的老公多可送了,熊丹林产后回复是,郭可送就时常陪伴在熊丹林一起锻炼,给予熊丹林信心和鼓励。 熊丹林能够这么快瘦下来,老公郭可送可是最大功臣,如今两人有了爱的结晶,二人世界变成了奢望,两个女儿还小,熊丹林与老公郭可送也不能到处逃。 前两天熊丹林生日,也是待在家里跟一家人切蛋糕,不过有两个宝贝的陪伴,肯定比去任何一个旅游圣地还要幸福呢。